好像又有提到說 你拒絕跟馬總統見面 可是私下會科 然後讓府院是無言以對 我不願意 就這結果來周鸚兒的一個說明 我要解釋 沒有意義 大家要往前看 國家面臨的問題那麼多 大家往前去思考去處理比較要緊 那個是是非非的 不必去管他 這個所謂的政黨人士 也請他光明磊落地講出他的名字 不要這樣慌 對整個政局的和諧 好像也造成不好的一個影響 那總好有說 你所提出來的方案是他到處有建議的 這個我不便自憑 謝謝 市長有市長優勤 打電話給陳偉人部長嗎 有打過電話給陳偉人部長嗎 我怎麼會被打給他 他說您有先要求警方來停場 但是不能找 我不再講這個話 但是我跟你講我們有一個危安小組 危安小組所做的決定 對 危安小組包括各方面的機關所組成的 不單是立法院而已 好吧 希望不要再談這些事了 這個都沒有用了 已經解決了 就已經一段落的一個圓滿就好 大家往前看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來吧 謝謝 來吧 謝謝 感谢观看